秦刚发表署名文章 给美国出了一道选择题 三大因素决定 中美关系必须搞好 布林肯一个月内两次主动示好 美国是否会在2023年做出改变 新年一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开启访华行程 而就在这敏感时刻 时任驻美大使 现任中国外长秦刚 给美国出了一道选择题 据环球网消息 秦刚在离任驻美大使前夕 在美媒国家利益发表署名文章 全球正面临21世纪第一个历史十次路口 新冠疫情 俄乌冲突 经济衰退等危机接踵而至 世界正面临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 是开创新局面还是重蹈历史覆辙 美国人民的选择非常重要 言外之意 中美合作将开创新局面 若继续对抗将陷入新冷战 而中国对中美关系一直持积极态度 现在关键在于美国如何做出选择 在过去的一年里 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基本定型 我们没有看到美国做出积极的改变 对于特朗普政府消极的对华政策 拜登政府几乎是全盘成席 所以在整个2022年 中美关系实际上仍然是持续处于低谷 甚至还出现过重大危机 究其根本还在于美国无法正确看待中国崛起 并对中国开展全方位打压 在科技上 美国以芯片领域为核心 对华发动了数轮科技战 一方面 美国积极拉拢盟友意图对华修筑芯片壁垒 将中国挡在中高端芯片市场之外 另一方面 美国不断对中国芯片企业下黑手 通过单边制裁的方式 意图遏制我国芯片企业的发展 在政治上 美国不断地干涉中国内政 尤其热衷于打台湾牌 美国对台军售频次明显增加 出台的涉台议案也越发激进 尤其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台一事 严重损害了中美政治关系 中美多个领域的沟通合作也因此中断 中美关系一度陷入危机 在军事上 美国一边拉拢盟友 在中国周边组建带有军事对抗色彩的小集团 大搞针对中国的联合军事演习 另一边又不断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 意图加强对华军事围堵 尽管过去一年里 拜登政府对华做出了不少积极承诺 但最终基本上都未能落到实处 美国说一套做一套 严重破坏了中美之间的政治信任 2023年年初 布林肯将开启访华行程 在中美巴厘岛会晤的背景下 中美关系迎来了缓和的机会 但最终中美关系走向何方 还得看美国如何做抉择 是转变对华态度 理性看待中国崛起 与中国寻求合作共赢 还是延续错误的对华政策 继续无底线的打压围堵中国 中方曾多次强调 中美关系从来都没有该不该搞好的问题 只有如何搞好的问题 理由有三点 首先中美是两个军事 政治以及经济大国 在全球化时代 两个如此巨大体量的国家陷入直接对抗 对全世界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 秦刚在署名文章中也提醒过美国 中美关系的走向 决定了人类在21世纪 面临第一个十字路口时会走向何方 其次从过往的经验来看 中美关系核则两立斗则两败 在过去的20多年里 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后 美国从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中 享受了巨大的红利 一方面 美国企业在此期间不断增加在华投资 从中国庞大且极具潜力的市场中分 走了不少份额 另一方面 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 也让美国消费者享受到了实惠 大大增强了美国民众的购买力 但近几年 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美国开始不断增加对华打压力度 中美之间的合作交流 也因为政治关系的恶化而不断削弱 这对中美两国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例如特朗普时期大规模对华加征关税 结果增加的关税大部分都由美国民众买了单 中美两国都因为美国错误的关税政策 而蒙受损失 所以在最近的中美高层对话中 中方不断地提醒美方 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应当以史为鉴 第三 中方无意与美国争霸 美国也不可能恶阻中国崛起 尽管这几年来美国穷极手段打压中国 但收效甚微 中国的崛起进程并没有就此停滞 反倒是美国因为唯独打压中国 严重破坏了全球秩序 美国自身也因此遭到了反噬 值得一提的是 即将开启访华形成的布林肯 再次对华世好 表态将负责任的管控中美关系 这是本月布林肯第二次做出这一积极表态 2023年已经到来 中美该如何做出抉择 其实中方已经给出答案 接下来就看美方是否愿意与中方相向而行 其实秦刚由驻美大使升任外交部部长 传递三个重要信号 中方做出精准战略预判 已经做好了与美国打应仗的准备 一是表明 中美关系仍然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美国 现在无疑是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最大的绊脚石 从奥巴马政府起 美国就开始有意识地围堵恶阻中国崛起 特朗普上台后 中美关系更是急转直下 如今到了拜登时期 美国非但没能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 反而还要加大对中国的围堵力度 例如 在拜登政府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 明确指出在未来十年里 将是美国恶阻中国的关键期 中国一直在提醒美国 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两败 但美国政客冷战思维已经深入骨髓 嘴上说着不会对中国唯独打压 但实际行动却与之被倒而驰 虽然我们不惧美国的打压 但与美国不必要的竞争 只会消耗我们的发展精力 并不符合我们的实际利益 所以一直强调中美不能走历史老路 应该努力避免陷入新冷战 所以接下来为了我们民族复兴事业 处理好 中美关系自然就成了外交工作中的头号挑战 让对美国熟知的秦刚出任新任外交部长 再合适不过 二是表明我们对中美关系发展更有准备 秦刚是在2021年7月份接替崔天凯赴美任职 而在2018年时 秦刚已经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一职 如今在美国任职500多天后 又回国任职外交部部长一职 此外秦刚还曾在欧洲主持过外交工作 对西方国家的政治行为非常熟悉 而拜登政府的对华打压政策 恰好就是纠结一众西方国家围堵中国 所以这样的人事任命 说明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发展 以及拜登政府对华打压策略 已经做出了精准的战略预判 值得一提的是 秦刚在美国任职驻美大使期间 布林肯却并未与其有过公开正式会面 在此期间 与秦刚举行会晤的最高级官员 也只是副国务卿设慢 这不仅暴露了美国政客的傲慢 也表明美国对中国缺乏了解 对中美关系没有做足功课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中国的做法恰好印证了这一股训 三世中美接下来将有很多硬仗要打 中美关系现在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 是华向对抗甚至是陷入新冷战 还是走向合作共赢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外交成果 对于我们来说 当前要务就是让美国正确看待中国崛起 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 从而彻底推动中美关系 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上来 但目前看来想要实现这点难度很大 要想让美国接受中国崛起以不可阻挡的现实 这期间中美必然会发生诸多激烈对抗 我们还有很多硬仗要打 诸如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封锁 美国频繁打台湾牌等 而要想有力应对美国的围堵打压 并且能够在激烈碰撞的过程中 促使美国逐步放弃恶华的想法 不仅需要高超的外交斗争水平 而且还要对美国足够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 秦刚在担任外交部发言人期间 曾被外媒称为战狼外交 足以见得秦刚的外交风格有多么强硬 因此给西方媒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秦刚由驻美大使调任外交部部长 就是对美国这一论调的直接回应 我们已经做好了打印仗的准备 不知道美国准备好了没有